香港南华早报3月21号文章 原提新冠病毒 为整救美国人的性命 特朗普必须向中国学习 而非成口舌之快 从旧金山到纽约 罗马马德里 世界仍遭受疫情肆虐 共度国家正像意大利西班牙那样 学习中国采取的严厉又痛苦的决定 实施封锁 直到3月初 西方还在旁观中国史实般的抗疫战斗 好像病毒永远不会抵达大洋彼岸 纽约时报文章所言即是 中国为西方争取了时间 西方却将其浪费了 中国采取严厉措施 成功遏制住国内疫情 而西方政府低估逼近的威胁 特朗普政府甚至故意淡化疫情威胁 许多海外媒体将北京能战胜疫情 归因于无视公民自由的威权举措 但就追踪检测隔离和治疗而言 中国在抗疫中采取的许多措施 都有宝贵借鉴益义 中国积极的防疫措施获得视为称赞 其他国家被督促效仿中国 如今中国也已开始向意大利等国派遣 积累了重要经验的医疗团队 并运送援助物资 令人遗憾的是 政治全球急需强大领导力 抗击共同威胁时 两大经济体却就疫情打起口水战 特朗普或许仍然逞强 但股市大跌表明 投资者不再相信美政府 具有很快遏制疫情的能力 相比之下 中国已在这方面积累至关重要的经验 并有可能帮助美国拯救生命 随着这场全球卫生危机进一步恶化 是时候两国领导人恢复电话外交 缓解紧张并专注于看不见的敌人 以拯救众生并防止世界经济滑向衰退了 泰国的Siger新闻网3月22号文章 原题你们的民主 政治你们于死地 中国许多百姓如今仍自觉在家隔离 而在大洋对岸的自由乐土 美国总统告诉美国民众 已未发现的任何病例做好准备 保证一切尽在掌控 如今美国确诊病例急剧上升 疫情也在欧洲自虐 中国的情况则是趋平稳 一些西方政府也推出封锁和关闭措施 但以远比中国更缓慢的方式开展 此类病毒有可能 使于世界任何地方的农贸市场 并无国籍 中国的迅速反应 为世界争取了两个月的准备时间 西方政府本应为不可避免的疫情 提前做好准备 但却为做该做的事 在他们的自由民主制度下 西方政府难以迅速启动 本应采取但不受选民待见的措施 希望国家应对疫情的经历 向我们展示了 病毒才不在乎你如何选举 或是否选举 控制病毒蔓延的唯一途径 是采取迅速直接干预的行动 但这些可能不会吸引选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